好 为您插播最新一则最新的消息 因为封面通过 那其实云雨发展旺盛的关系 今天新竹以北地区 时雨量达到51毫米 大雨造成的视线不佳 国道一号难砍出口闸道积水 造成的车辆无法通过 那警察 相关单位工程都已经前往处理 进行锁定中天新闻 好 来看到桃园龟山工业区暴雨 从昨天晚上下到今天早上 导致宏达电厂区外道路呢 水深最严重 甚至到一米深 赶快点线记者徐玉萍 玉萍请说 好的 如果透过镜头可以看到 在桃园龟山工业区这边呢 新邦大志路口 宏达电前面 以及饮料大厂可口可乐厂区外围 因为突如其来的暴雨 造成道路淹水 最深的地方呢 已经淹到了大概一米深 几乎呢 到膝盖这边甚至 甚至呢 还有到大腿的地方 虽然今天是周六 但仍然有不少民众呢 赶着上班 不过呢 因为积水真的太深了 许多民众呢 开车或是骑机车 硬闯倒霉的呢 就泡水抛锚在马路上 或是呢 骑了一半之后呢 过不去 只能够回头 让我们还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可以看到的民众真的是抱怨连练 因为呢 大雨从昨天晚上呢 就一直持续下到今天早上大约呢 在早上七点半左右 龟山工业区呢 就开始淹水了 不少民众呢 只能冒险涉水而过去上班 可以看到的大批车辆 真的是几成了一团 幸好呢 目前水还没有淹进 龟山厂区这边 没有严重的灾情传出 这是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将镜头交还棚内主播哦